便宜有好貨 這個族群秀哥懂我 進來唷 大家好歡迎收看金牌BB 我是Andy 我是安妮 我是仲哥 台股前創高之後就腿軟 行情是不是要反轉了 對啊 還有我們肉多的個寡 仲哥想要跟投資朋友講的是 請大家軟今天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樣跟大家講呢 MSCI調整這尾盤 爆了一個這麼大量 還有這個跌幅 事實上這看起來好像就是這樣 還在一個區間形態 而且投資朋友你要去看一下 櫃買指數 櫃買指數這邊是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今年高點已經正式突破了 那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涵呢 什麼意涵 中小型股有機會 沒錯 這邊我們把資金交給人 往到什麼 往到中小型肋股 所以這一集的金牌比一比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這個 中小型肋股 散戶最喜歡 沒錯 那第一張牌我來抽好了 第一張牌 第一張牌我抽第一張 美花三 散戶還會喜歡嗎 是哪一檔請說 美花三這個是遊戲主權 遊戲股 他們營收都不好 對啊 現在是有點反彈 反彈 是騙環殺物 沒錯 大家都有講到一個重點 營收沒有很好 那可能也只是一個反彈段 你自己講到興趣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提到的是什麼 你去看一下NVIDIA的股價 遊戲類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塊 板卡跟這個顯示卡 那這板卡之前 因為這個WFH概念 其實我們有跟大家聊到過 這個股價也是有跟著去做修正 受害過 那目前來到這邊 反而那麼說什麼 已經來到一個合理的價位了 因為NVIDIA這邊的產品 是呈現一個怎樣的 缺貨 對呈現一個缺貨 相關個股就是看2376的技嘉 還有2377的維新 那遊戲類股 我們都知道要進入一個春節了 也要進入一個寒假 這邊會再次待望這個遊戲產業 所以會不會帶動營收往上找 我們這邊只要追蹤資金流向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到底是一個反彈段 還是一個波段的一個走勢呢 接下來要請歌頭表 好好去追蹤一下資金流向 好那我們翻到第二張 第二張 K K是哪一張 K啊 這是所謂的原物料類股 其實原物料類股 我們已經幫大家追蹤過蠻久了 最近好像站到邊就很久了 造子類股也是走勢蠻強勢的 他們走勢都很陡峭 對 要怎麼操作啊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走勢才剛剛開始的 剛鐵類股 中國大陸是這樣 積極在發展這個基礎建設 包括近期這個鐵礦砂 鐵礦砂暴漲之下 我們就可以來留意一下 到底有哪些鋼鐵代股 那首先我們看到這2006的東鋼 那為什麼要提東鋼呢 因為它是H型鋼 那H型鋼其實跟景氣復甦 有蠻大關聯的 怎麼說 因為大家會想 比如蓋房子啊 或是蓋廠房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台電是積極在擴廠 對 所以這H型鋼 你可以看到就帶動這個東鋼 是持續往上 再我們去看到另外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是2027的大成鋼 那為什麼要提大成鋼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大成鋼是美國在地的通路商 那近期美國是對它的18個國家 這進口商品的鋁板捲 實施一個反傾銷 那這邊這大成鋼就有機會跟人家 最為受惠 所以原物料這塊 總共認為鋼鐵類股 有機會跟著走一波 那還有沒有什麼族群 比鋼鐵類股更好 換起來美衝 這個這個 新年美衝 S王牌 S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資產類股 那為什麼這時候要跟大家提資產類股 台幣一直漲嗎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台幣是狂生 過去大家提到資產類股 都是把重點放在哪邊 北部的杜根 我想說北部寸進寸土 對 北部的杜根 但是這次總共想請大家 把這個重點放在南部的土地 為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台電積極擴廠 所以在南科這邊積極擴廠的情況之下 這邊會產生一個衛星效應 你想一下台電這邊設廠 這相關的這個供應 要不要跟著去設廠 也是一樣 那這邊你去想像一下好了 一個家庭來看的話 如果就是一個三個 一家三口小家庭來看的話 它會帶來多少商機 這邊食衣住行 都是這樣一個很龐大的商機 過去跟大家提到的資產概念股 很多人都是提到 它目前帳上有什麼樣的土地 未開發 有什麼樣的資產 但是這資產就是擺在那邊而已 它如果沒有重新進行一個開發的話 其實沒辦法帶來實質的效益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這檔是2014的中鴻 其實它也是所謂的鋼鐵類股 除了因為鋼鐵包價上揚之外 它在台南有一塊重化區在九份子 那這個土地是高達1.1萬坪 目前也是要怎樣 改建成一個住宅區 所以這塊中鴻認為如果可以開發起來的話 是一個很大一塊 那中鴻這邊又有一個什麼樣的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中鋼 我們知道中鋼過去蓋房子 在高雄這邊蓋房子 可是知道怎樣 熱賣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塊開發起來 也有機會跟著熱賣 所以中鴻這邊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你去留意一下台南的在地企業 那台南在地企業 大部分都跟統一集團有一定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1440的南榜 像它還有一塊重化區 在仁德這邊的廠房 要把它改建成為一個南榜科學園區 在台電的擴廠情況之下 會吸引到周邊的一個衛星廠 跟著進場去做設廠 所以這塊我們也認為有機會 龍哥你今天聽起來有點保守 很不像我們認識的龍哥 兩位妹妹都被這種歌胃口給養大 感覺不夠狠 3037的星星這樣噴上去了 好不要自誇 胃口都養大之後 我們還是有幫大家準備了一個 那這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 嘎空區區 嘎空喔 這麼狠 對我們今天有跟大家聊到過 其實進入12月 除了作帳月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嘎空月 那我們都知道目前農捐是來到多少 百萬張了 如果行情這邊要開始往上的話 這些空單會怎樣 我們剛才聽到 剛才有提到 會產生一個磁吸效應 會迫使這樣 迫使這些空單停損 那空單停損事實上是一種買盤 它會把股價更往上去 變燃料 所以到底有哪些題材 符合這樣 卷之比高的 是法蘭目前高度關注的 就請大家加入中科 TELGRAM 龍哥的TELGRAM就是 發1768 趕快加起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金牌BB 我們下次見 掰掰